接下来的话我现在来说明一下我们这门课程 大概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VBA到Python 这第一阶段 这等于是入门出接的 那主要是以Python为主 VBA为辅 OK 我是预设就是 这课程预设是你已经会VBA了 也就是帮你从VBA再拉到Python 如果你两者都会的话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任何环境 当然简单的Office 如果你们公司已经有Office的话 那你就直接用VBA来写 如果它的档案你在Excel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公司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Solution的话 你就可以用Python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 你可以用不同工具 OK 去解决问题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后面延伸 就是先让你学会 这些工具的使用之后 再教你去做一些实际上的应用 那做实际上应用之前 可能要学会怎么样做档案处理 所以之前问卷里面最多同学需要如何处理档案 然后第二个的话 所以后面我们会有一题 比如说你有多个档案 几百几千个档案 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如果合并档案 如果合并完之后怎么样把它分割 分割档案 其实每天都会遇到合并跟分割的问题 那有不同的规则 有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 那你就必须要符合它的需求 那你就是要合分合分 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资料 对吧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档案处理 第二个的话就是资料库 资料库非常重要 所以怎么样快速处理资料库 所以后面会讲到 再来的话后面我们会提到 如果网页上面有一些东西 我希望把它抓下来的话 其实是网络爬虫 那爬虫该怎么爬 怎么样爬最简单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Python能爬 不过相对的比起来 其他工具来看的话 那Python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许多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爬资料的话 当然用VBA也可以 只是说你用VBA来写的话 哇写的程式 哇那相当陆长 而且跑的效率也不高 反而用Python就快很多 像以前用Java来爬 哇爬的也是痛苦的要命 用Python就很简单 但是简单归简单 你还是需要一些诀窍 OK 有一些窍门要跟各位讲 其实有些东西程式会 就是你把窍门掌握就好了 所以真的你也不要专流脚尖 因为我最怕的就是 同学学程式的时候 一直专流脚尖 然后一直乱试 乱弄乱弄 弄到最后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点歇斯底底状态 千万不要 OK 你不会的话你就先暂停 你不要乱试 真的 对的事情一次就对了 一枪就毙命了 你不要乱打乱打 还是打不到 打到最后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了 OK 所以呢 尽量 有的时候如果 实在做不出来 你就找对的答案就好了 真的一次就OK了 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多的 你也不要去想说 到底 什么 在后面的话 我们会再做 比如说 资料的截取 资料的分析 和最后把它视觉化 在ESEL里面很简单 你要画个图 你就资料给他 他就帮你把图画出来 可是在Python里面不一样 Python里面没有那种 可以用图形化工具 点点选选就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用程式的方式 去画出视觉的图跟表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的重点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边 待会的话 我下回说明一下 我们这门课程 我下回简介一下 然后参考书 还有就是说 课程的简介 那所以第一个 那我们课程安排时间 大概这样 那里面的话 会导入那个证照 所以有两张证照 那这两张证照 就是至于你们 要不要去考 那个大家又另外一回事 那刚刚那个 那个蔡小姐跟你们讲 怎么考试的 有没有特别提到吗 还是 那理论上就是说 当然它有很多地方 可以去报名考试 那这个我想你们自己 再去注意一下 因为像这种证照 至少你有跟没有 就是一个差异的 OK 如果你将来 履历表上面 如果你要求职的话 有跟没有还是有一个差别 那至于要怎么取得这个证照 要怎么考试 也许我会在后面 跟各位说说明 这个考试其实 不是很困难 主要就是 我是觉得证照考试 如果要能够容易通过 真的要见招拆招 而且要知道 它到底考试的方式是怎么样 然后里面的考试的规则 还有考试的范围 有没有一手消息 还有有没有考古题 考试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地方 只要你来注意一下 或者是可能考哪些题 你都知道的话 那更好 这样的话 你可以少准备很多 会跟各位分享一样 因为这两章证照 我都去考过了 而且一定都是你有拿到的 而且现场当然 主要是 一定要自己先 亲力亲为 一定要去考过 才有办法分享 所以第一阶段 我们今天 就是要建置 Python的开发环境 那再来就是 基本的语法跟结构控制 再来就是回圈 回圈的话 有或回圈 跟那个坏回圈 那这个其实跟其他 如果你有以前有学过 学过其他语言 你大概都会清楚 如果没有 没关系 我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回圈讲白的 就是帮你重复做就对了 那人重复做很讨厌嘛 叫你重复做一千次 你可能昏倒了 但如果电脑来做一千 一百万次都没有问题 他就瞬间就帮你做完了 所以呢 他的专长就是重复做了 OK 而且不断做 而且24小时做 standby在那里做都没关系 所以现在保全工作 我觉得还蛮适合用这种 这个Python来写 透过那个什么呢 监控系统 还有脸部辨识 等等的那种辨识系统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取代 有保全的系统 对不对 或者像现在车牌 车牌了 你就去停车也是一样 现在都基本上都是车牌辨识的嘛 对不对 也不会有人 你进去就是辨识 那出来的话 现在会结合那个像信用卡 直接扣款就好了 我觉得蛮方便的 完全都不需要做什么 也不用去缴费 对不对 出来 他就自动就扣款 完成了 这相当方便 那还有呢 以后买东西也是一样嘛 或者是任何地方 我刚刚讲过啦 像航空公司 或者是任何的 只要交通运输的 有没有 无人公车有可能 也许有可能 以后直接辨识 你就上车扣你的钱 你要知道你是谁嘛 如果你允许啦 隐私的问题可以解决的话 那当然你就上车就扣钱 下车你就直接下车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不就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 谁开车 以后司机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以后自动驾驶 所以 但是现在很多像Aloha 常常都是过劳嘛 然后开到最后睡早了 对不对 你看他 他也不知道就翻车 翻车就死好几个人了 对不对 所以 是不是说初期可以辅助的啦 但不可能一下子 全部都不需要司机 你可以先在那边stand by 至少有状况 你可以先掌握一下 但未来的话 可以慢慢全面都 自动驾驶 有没有可能 那绝对有可能啊 再怎么做啊 好 那所以呢 第一阶段啊 那进阶的话呢 我们后面呢 会再提到 有关那个网络爬虫的部分 慢慢一步一步的 然后也会再导入那个 就是证照考试的相关题目 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 入门跟进阶 画面 我切一下好了 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 那再来的话呢 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 因为 如果要找到我 你Google吴老师的关键字 大概排第一个 就是我的部落格吧 第二个就是 我的教学频道 然后 因为我教过程式的经验 算是 应该算 还算丰富了 基本上主流的程式语言 我基本上都教过 那从最早的开发 语言来 每一种语言 只要最新的 我都会去掌握了 而且不断去使用它们 那所以 现在比较多的 你可以找到的就是 有关 像以Sale VBA的教学 那网路上蛮多 像之前教手机的APP设计 也是一样 那现在的Python的教学 那另外的话呢 现在的那个 新的趋势 我刚刚提过 为什么你要学Python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未来的很多趋势 都跟Python很有关系 像AI好了 有没有 AI现在人工智慧 有没有 你机器可以自动学习 那怎么去导入 OK 其实 还有第二个大数据 怎么做网路爬虫 做数据分析 工具很多 但是我觉得 用Python还是算相对的简单 另外还有工具VBA 第三个云端 第四个的话 像不一定是人眼辨识 其实相关辨识 我刚刚提到的 像车牌辨识等等的 那人眼辨识 但是未来应该也会很很很很重 只是说他在台湾可能要解决那个隐私的问题 因为台湾也算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OK 大家都还很自由 会有隐私的问题 不过在对岸好像就比较没这个问题 对没关系 而且他随时监控你在干嘛 OK 所以那个 有些学生 因为我这一次在中央大学 也有一班 整个是从福建那边交换学生 一整班 就他们要回去 他们都很难过 有什么 而且他们因为这样而失眠 OK 因为他们要回去了 因为他们太喜欢这里了 OK 这里现在是 但你可能不觉得 我不知道 哪一天突然失去的话 真的很珍贵 不然你看香港人为什么 这么恐惧 200多人 他们全部给他700多万人 哪万的 OK 还有电动车 我刚刚提过 电动车其实不是只是单单讲电动车而已 电动车其实就是划时代 叫人 算是智慧型汽车 也就是跟手机一样 以前是算什么 以前是智慧型手机 以前叫智障手机 所以现在的汽车也叫智障汽车 现在汽车全部都没有太多的 有没有自动化功能 但未来呢 智慧型汽车就是 就像你智慧型手机一样 什么都有就对了 而且会有个功能自动驾驶 不过当然 有那个功能现在也不能用 因为大家还是很害怕 只是说那个特斯拉 现在还是有人真的就是了 最近有加州吧 有一个人 真的在那车上睡 睡了四十几公里 而且真的是睡着 他把他拍下来 他真的睡着了 然后就车上自动驾驶 是没有出试啦 OK 那台湾有没有人是有 新闻还是有人 有人也是放双手 然后在那边试 结果他试了第一次 好像都OK也被拍到 那第二次就真的出试了 为什么出试呢 其实这也是因为 城市没有考虑到 有一些原因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辨识说 前面有没有东西 然后有没有在线上 但是他没有办法判断 就是有没有三角锥 就刚好前面在修 比如说可能修路之类的吧 然后他会先预先放三角锥 先警告对不对 结果特斯拉他没有办法辨识 那个台湾的这种环境 先有三角锥 才有车 就等到有车的时候呢 来不及了 就撞上去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城市 不像人啦 他可以把这么多的情况 都考虑进来 而且台湾的环境 又稍微比较特殊吧 因为还有所谓的三宝 可能国外少一点 对 三宝机制 因为很多东西 电脑没有办法 马上去判断说 这种情况 OK 这个当然就是未来 你可能要想的 他怎么样去实现 其实总不会起来用Python 目前来看 这些Python 都可以办得到 而且任何装置 以后甚至车上都可以给Python 我可以自己在车上写Python 去控制我这台车子 对 因为它有个界面嘛 你可以直接就在上面跟它沟通 语言 目前来看 主流就是Python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变出另外一个 比Python更厉害的语言 我觉得应该是有 而且更简洁 只是说 那就又是下一个阶段的 得这事情了 可能也许在十年 在二十年之后吧 所以 你们也不用去想说 一定要只是学会一双 那语言跟语言之间其实就是 你要知道说它其实是相通的 最主要就是说 你要去怎么去了解 怎么去使用它 那这个是我相关的简历 目前的话 我有曾经有创业经验 这个 然后 目前的话呢 在学校啦 或者在 那个 业界啦 或者是在 那个 学校也担任业界专家 协同教学 那最近 上完一个课 就中央大学刚刚跟威提过 也是网络爬床跟那个 驾站 就用python驾站 有个jungle的套件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在我们的资奖工业经 拿过那个 就是最佳人际奖 奖去年的 然后也拿过那个 卓越工业教师奖 然后在文大推广部 也拿了趋势先锋奖 然后我的证照呢 大概目前算起来 大概三十张左右吧 最近呢 考过刚刚讲过那两张 就跟python有关的 一张是python的 程式设计 一张是 python的那个网络爬虫 就网页截取那一张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跟各位做 后续的分享 那将来证照就讲这样啦 反正就是 一张license嘛 上面有说明说 你参加什么考试 然后通过 他就给你一张 上面的名字嘛 OK 好 那这一张 两张嘛 所以我把它拍照起来 另外的话 在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上面也会放一些 就是 教学的节目啦 里面目前 订阅人数 好像已经破 2.6万 那观看次数 当然超过几百万 这都 另外的话呢 因为 那个考试官 也有 呆念过一些 那个 专家咨询会议 也帮他审提命题 等等的 OK 好 所以证照部分的话 当然你说这个重不重要 我觉得在关键时刻 它有一定的作用 OK 如果你们要求职的话 越多越好 没有人说你几十张证照 至少好了 你说没有用 反正我觉得是有嘛 OK 至少 在面试的时候 给人家感觉 就是你是积极的 对不对 你 你什么都没有 跟 几十张 大家一定会 哇 对 第一个就 哇 OK 也不错啦 至少就是 你曾经有那个过程 那接下来的话 讲一下有关 那个参考 书目 那当然我们 这一次有拿到 应该各位有拿到 一本那个 就是 也是文冤阁 工作室出的 那这本书的话 又比 我现在列的这一本 它要更进阶一点 专门 根据 就针对那个大数据 不过我后来比较一下 这两本书 好像这本书 是从这本里面 把它截录 本来它的厚度是 两倍吧 它只是把 后面比较难的 把它截录出来 然后又可以出一本书了 OK 然后底下有一本 自动化的乐趣 这本也蛮推荐的 不过这本是翻译书 那里面的话 也结合一些office的应用 那Python的话 为什么早期有Java 也有像C++C 那为什么不就直接 拿Java跟C++来开发 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Python的语法 真的相对于这些语言 简单太多了 同样的东西 可能它写个两三行 就结束了 但Java的话 可能写了一堆 而且Java还有大瓜5的问题 有没有 前面有大瓜 后面 那你瓜5如果少一个 就是没有对称的话 就是出错 但是Python没有大瓜5问题 可是它必须要缩排 也就是你程式里面没有缩排 也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将来Python里面的缩排 缩排应该Tab吧 按Tab键 让它缩排 它是必要的 不是说你要不要 是一定 像以前我们写VBA的时候 是不缩排也可以跑 缩排也可以跑 但是理论上我一定会缩排 但是Python是你不缩排 程式就有bug 会跳一个true讯息 跟你讲说 你这个没有缩排 我没办法让你实行 然后它会出现什么 没有什么block 所以你这样如果看到什么 底下红字 什么没有什么block 那你就说原来你没有缩排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 它的排名部分 其实当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这不用讲 那慢慢的话 目前死亡交叉点可能 像之前比较夯的Java 现在可能慢慢 在台湾 可能慢慢声量就没有像Python这么好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会接着先来看 大概这五个单元吧 第一个就是先把环境建置起来 所以刚刚请大家 先把那个懒人包先下载下来 OK 那当然呢 你不用懒人包 最早我是直接从头讲 就是我们先到 Python的官网下载 然后带到Eclipse的官网下载 然后再把它设定 安装等等的话 我觉得太花时间了 那我就想说简化这个流程 所以我就弄了懒人包 但是这个懒人包要怎么使用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步的话 请各位当然确定第一件事 你是否已经下载了懒人包 那懒人包的话 我们会在下载里面 找到这个 那请各位因为 我们 这边的环境 只有一个C叠没有低叠 理论上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放低叠 因为本机好像我看一下 刚刚好像只有C D的话是光碟机 所以请各位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下载那两个档案 把它怎么样 把它复制或减下都可以 你就把刚刚那个 这两个 这个 跟这个 这两个怎么样 你把它复制一下 或者是直接剪下也可以 放到哪里呢 放到C叠底下 跟目录底下 你就把它贴上 我刚刚已经贴过了 OK 接下来的话请各位 帮我做 第一个码 先把它放到C叠 跟目录底下 如果你电脑有低叠 你就放低叠 第二步的话 请你按右键 解压桌置词就好了 OK 如果因为我们这边是装RA 你就解压桌置词 把它解出来 OK 那这个动作的话 基本上 跟你从官网上下载安装 其实到底差不多 只是说 我觉得可以免掉一些麻烦 你就直接把它解出来就好了 OK 因为它也不一定要安装 反正你里面有函事库就可以了 第一个 我们在解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个目录产生了 Python的373 会有这个 OK 那当然你可以打开来 点两下 它里面的话 大概就长这样子 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要找到 它的一个exe 就是python.exe 因为要透过它 去帮我们 去run那个 我们后面 写出来的程式 就是点py的程式 一定要靠它 那第二个的话 里面会有很多的library 就是韩式库 都放在这边 OK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 下载懒人包里面的python的3732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下载那个equilibus的python 并且一样把它解压锁 所以按右键 也是解压锁致辞就好 特别说 不要解压锁到那个目录 会多一层目录 解压锁致辞 然后这边已经有了 把它全部解释好了 OK 但是这里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你把它解出来之后 基本上呢 这个环境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我只要做什么 就是再把 equilibus跟python结合在一起 需要做一些设定 那主要 因为当然python装完之后 可以开发 可是它里面提供给你 像济世本的编辑器 很不好写程式 所以我们会挑equilibus 刚刚刚刚 这个环境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非常 好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档案很小 200多枚 而且免安装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解出来之后 可不可以看到 这解出来是equilibus 的那个 这边 python OK 那如果你要run它的话 很简单 就找到什么 找到equilibus 它是免安装的 所以你就只要 直接把它点两下打开就可以 让你给各位看一下 好 再来的话 第一件事 它会跳一个workspace 特别说 这所谓的workspace就是 你将来的程式要放哪里 那因为呢 它预设我是放低碟底下 不过因为我们这电脑没有低碟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c 那如果你有 有c碟的话 你就用放在c好了 OK 然后把它runsch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equilibus已经run起来了 然后它会有个welcome 你把这个把放大好了 这边有一个叉叉 你就把它叉叉掉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equilibus的开启 接下来就是把两者合并在 就是设定一下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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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